總結上週 戶指升1.76% 恆指上週升1,101點 全州在19,237點至16,833點間波動 上下波幅2,404點 整個11月份 恆指累漲3,910點 終止之前連跌4個月之頹勢 週內 支持房地產行業措施繼續出台 從信貸 債券 股權三個融資方向著手 俗稱三支箭 中正監表示 決定在股權融資方面調整優化五項措施 包括恢復涉房賞市公司 並扣重組 及配套融資 恢復涉市房企 和涉房賞市公司再融資 調整完善房地產企業 境內市場賞市政策 進一步發揮right盤活房企存量資產作用 積極發揮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作用 受政策利好刺激 港股內房 物管 內險板塊高開高走 本周重點關注 12月5日德國公布BMI 12月6日加拿大公布商品貿易額 12月7日內地公布進出口總額 澳大利亞公布實際GDP 12月9日內地公布CPI PPI 封城生活服務 0331 是一家具有領導地位的生活服務綜合企業 在香港 中國內地及澳門提供物業 及設施管理服務 綜合生活服務 機電工程服務 旗下有富城集團 喬樂集團 衛康服務集團 封城環保科技集團 香島園藝有限公司 大眾安全集團 新域保險集團 及封城機電工程集團8個成員 客戶涵蓋特區政府 跨國企業 智能物業及設施的業主等 集團過去5年經歷3次大型收購 轉型成為一家具有領導地位的生活服務綜合企業 在香港 中國內地及澳門提供物業 及設施管理服務 綜合生活服務 機電工程服務 集團早前公布6月底子全年業績 宣布派末期股息每股24.1仙 按年增加49.7% 期內 集團保持穩定的收入增長 提升核心的利潤率 2017-2022財年收入和利潤的年複合增長率 分別達14%和24% 與此同時 集團的資產回報率近年 維持在不錯的水平 且現金量充足 現金結餘淨額 由2021年6月30日的1.661億港元增加1.974億元 至於2022年6月30日的3.635億元 相信集團有能力透過並購策略擴大市場 從而提供更廣更多元化的收入來源 而且集團的業務均能帶來穩定現金流 防守姓強